欢迎收看大白话语愿 我们是大白话和小白话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这部电影叫做I miss you 非要说 咱们来看电影吧 这部电影说的是啥呢 说要 咱们的女主是一名刚刚毕业的外科医生 长得漂亮 身材也好 简直太哇塞了 在这里咱们叫做小漂亮 没错 大白话就这点出现 小漂亮今天要做一个手术 不过你毕竟是一个新手 身边要有一个老司机看着才行 咱们男主渣男哥就是老司机 是这个医院比较牛逼的医生 看着小漂亮这手把也不行啊 你上一边去你看看我怎么做手术 终于忙忙活活的算是完事了 出来之后 扎男哥还想在小漂亮面前装一下 结果没想到 小漂亮根本不撵你 为了让自己的业务更加熟练 小漂亮就要多学习 这个时候 一个八卦女医生嘚嘚瑟瑟的就来了 听说你把扎男哥给顶撞了 行啊小妹妹 他可是咱们医院有名的钻石王老六啊 长得帅很有钱 并且活还好 我说的活是医术高明 不是你们想的那个 小漂亮就说了 那应该有很多女孩追求他呀 八卦医生又说了 确实有很多妹子追求他 但是都看不上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 是追求过扎男哥的妹子 都会看到他前女友的鬼魂 你说吓人不吓人 原来呀 两年前扎男哥开车 带着同样是医生的女朋友回家 结果出车祸 女朋友抢救无效 死翘翘 从那以后 扎男哥每个周末 都会放在当时出事现场 一束白玫瑰 就是为了悼念自己的女朋友 可是啊 人往往是越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就越想得到 小漂亮首先是趁个机会 在医院的咖啡厅 给扎男哥道过歉 昨天那事对不起啊 我不应该不撩你 我跟你说 也就是你长得好看 要不我当时真抽你了 扎男哥让小漂亮先坐下 但是小漂亮一看 对面座位有一杯咖啡 听说是给死去女朋友点的 于是小漂亮重新拿一个凳子座 扎男哥就说了 一定是有人跟你说过我的事情 然后巴拉巴拉的说了一堆 自己是如何爱自己的前女友 是多么不想失去她之类的话 女人是最讨厌一个 对自己有意思的男人 说前女友的爱情 不过你长得帅 你有钱你说得都对 咱们小漂亮对你的印象更好了 至少证明你是一个痴情的人 没过几天 医院又要举行迎新晚会 就是迎接小漂亮 他们这种新人的晚会 在晚会上 虽然小漂亮和扎男哥 没怎么说话 但是互相眼神都没离开彼此 不过后来一个白富美 把扎男哥带走了 这个白富美 就是扎男哥现在的情人 小漂亮心里多少有点难过的 人家那么优秀 身边妹子当然不断了 白富美跟扎男哥回家之后 也发生了不好的事情 扎男哥家里的音响 自己放歌 那就把电线拔掉 我看你还放不放歌了 结果一二放歌 没电都行 你确定这不是充电的吗 白富美当时就走了 看来今晚没办法嘿嘿嘿了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看见扎男哥 小漂亮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 听说你昨晚跟妹子回家过夜了 那扎男哥就觉得很正常啊 大家倒有需要对不对 你需要不 小漂亮就生气了 你给我滚涂子 为了表示道歉 扎男哥邀请小漂亮去喝咖啡 到了咖啡馆之后 扎男哥就说这个地方 是他跟前女友求婚的地方 所以自己很想念这里 要我说 最烦你这样的男人 你要是想追求小漂亮 你就直截了当一点 天天都放不下你前女友啊 想念你前女友啊 我看个电影 我都想揍你一顿 气死我了 关键咱们小漂亮 还真吃他这一套 他觉得自己要帮扎男哥走出过去 这还真是周瑜打黄盖了 就算扎男哥前女友的鬼魂 时不时的出现在小漂亮身边 虽然是挺害怕 但是根本就没法动摇 小漂亮要爱扎男哥的心 我是真服了 爱情现在都能打败鬼魂了 是不是 扎男哥整部电影 一直在煽情 我是真是醉了 这天又带小漂亮 到医院的解剖室 原来他前女友的尸体 被捐赠医院做医疗研究用 所以没事 他就来看看尸体 然后巴拉巴拉的 又说一对爱前女友的话 当初是自己 没能救下前女友很内疚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我可不看电影了 我受不了你这样的男人 小漂亮就输了 我喜欢你 我帮你走出过去好不好 最终扎男哥希望小漂亮帮助自己 正所谓一段恋情的结束 就是另一段恋情的开始 一切都要好转的时候 医院急诊 接到一个出车祸的妹子 扎男哥突然想起前女友 连手术刀都掉在地上 吓得都快尿裤子了 这个事情医院很重视 决定暂停扎男哥的职务 扎男哥一看 那我还辞职了你 小漂亮听说扎男哥要辞职 电话还打不通 于是就到当年 他前女友出事的地方看一看 结果看见了前女友的鬼魂 差一点就被车撞死 还好扎男哥及时出现 就这样他们在一起了 当天晚上就拿下了小漂亮 还挺开放的 长得帅连麻辣烫都省了呗 不过小漂亮在扎男哥车里 发现一张照片 然后莫名其妙 就穿越到当时发生车祸的场景 原来扎男哥前女友 发现他出轨的照片 这两个人就在车上吵架 后来不小心出了车祸 前女友就不行了 扎男哥还活着 我就说你就不是个好玩意儿吗 扎男哥看过照片之后 无言以对 这个床造的女主人 就是之前的白富美 小漂亮就找到了白富美 这张照片 只不过是我争抢男人的手段而已 小三上位你以为那么容易呢 小漂亮走之后 扎男哥前女友的鬼魂就来了 最终白富美被鬼魂 从楼上推了下来 就死在小漂亮面前 哎呀妈呀 太吓人了 小漂亮回到医院之后 就以为自己也会被恨 于是被一只麻雀 吓得摔下楼梯昏迷了 在家里的扎男哥也吃了一瓶安眠药 也不想活了 在半梦半醒的时候 看到了自己的前女友 前女友就说了 我希望你好 开始新的恋情 但是你要忘记我 否则我就会阴魂不散 吓坏了你的小女友就不好了 最后小漂亮刚出院 扎男哥又住院了 你们一生住院不花钱是不是 小漂亮一直等待扎男哥醒过来 过程中还看见了前女友的鬼魂 这回也不怕了 小漂亮就说了 如果你还活着我就让给你 但是你都死了两周年了 滚头是吧 最后的最后 扎男哥醒了 幸不幸福关咱们屁事 电影呢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个啥道理呢 好白菜都 哎不说了 下期见 摸摸摸